炸锅口感酥脆的吐脱鱼块 直接往嘴里送 虽然春节年假已经结束 不过台南国华街 还是涌入不少游客 炒美食 就会多了一两成左右吧 春节十天年假 赚饱赚满的还有这一间 它是蛮Q的 Q团的小卷配上 米粉和过味的汤头 业者选在过年前开业 精准赚了这一波 而春节期间 南台湾天气好 也让冰品业者业绩瞎瞎叫 安平的草莓冰专卖店 也拥有高人气 例假日还要到好 大概两再三成左右这样子 目前是没有规划休息的 因为客人都不要让我们休息 除了商圈老街美食 台南知名景点也涌入许多游客 也大片的波斯菊花海 在阳光下更也耀眼 吸引许多人抢拍 也因此出现了采花大道 用脚采的采 侵入了花海里 把花都给采烂了 看了觉得很心疼 这个成效还蛮不错的 比较没有再增加其他 额外的破坏跟毁损 避免采花大道再出现 官方出奇招挂出了 禁止进入命案现场的告示 引来了许多游客注意 不少人还特别来拍照留念 连环市府统计 春节期间水稻博物馆 以164万元门票收入 连续四年拿下各景点冠军 再加上纪念品营收 相关收入将近千万元 比起去年成长了6成5 趁过疫情寒冬 店家们终于迎来疫情后的暖阳 华市新闻刘汉生 宋慧均许富杰 台南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